您还记得您国高中的时候 假日都在做什么吗 在苗栗三亿 有一个由国高中生组成的志工团体 叫做温馨厨房 小小年纪的他们固定每个月两次 利用周末假日的时间聚在一起 大家分工合作 上网研究食谱 自己买菜煮汤 再亲自送到当地独居老人的家里 甚至这些孩子 还像是这些长辈的贴心孙子一样 不但关心老人家的健康和生活起居 帮忙整理环境 还会带着老人家出游 让平时孤单的独居老人 对这些孩子的到来 总是充满了期待 原本应该是忙碌于升学课业的孩子 为什么愿意做这些事呢 带您看温馨厨房的故事 我现在只有姑姑一个人 住了两三年 当兴过时啊 我还有姑姑姐姐 他们偶然会过来看我 很无聊 每天也是这样过日子啊 要期待什么我都不知道 他们来的时候觉得比较高级啊 就期望他们时常照日子来 照使他们的时间来 如果没有来的话我会摆念 老爷爷唯一期待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开会 他们是三亿温馨厨房的孩子 由当地的国高中生组成 一早就由团长吴耀忠集合伙伴们来开会 因为他们将执行每个月两次例行性的任务 就是送汤给当地的独居老人 大家煮汤的时候要记得戴帽子 然后还有口罩 就是卫生观念 然后今天是煮什么汤 香菇鸡汤哦 竹笙香菇鸡汤 然后摄影组今天有三位 场地就是清洁一下 然后有些人就是去洗小汤锅 那就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OK 动起来 孩子们各自任养负责的工作 立即动了起来 耀忠也赶紧到附近的菜市场 领回摊商赞助的肉 那个我们就是来拿鸡肉 好 就谢谢老板 每次那个都送我们鸡肉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两个朋友一边 好 谢谢 老板谢谢 拜拜 开心大方地接过鸡肉的耀忠 即使小时候曾罹患血癌 童年大半辈子都在医院度过 小学时也只会在网络世界寻乐子 直到来到温馨厨房服务 从宅男变暖男 以前跟家人之间的沟通 可能就是常常会争吵 可是在温馨厨房 待了这么久以后 就觉得 其实自己还是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陪伴家人 因为搞不好之后 可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没有那么多了 小心翔哦 下一锅 同一时间 孩子们向教会借来的厨房 里头也开始忙碌 我们在鼓有鬼 小心 好吃 傻司 直接冲上 三二一开 三二一是什么 厨房里没有严肃专业的主厨 反倒充满了孩子们逗趣的言语 还经常会失手 但他们还是会仔细研究 网络上的食谱 摸索出半吊子的料理SOP 合力完成煮汤任务 我先喝一杯 因为药是错 其实鸡汤就是有高汤的效果 来 加盐 加盐 事实上 三亿温馨厨房成立六年来 每年的二月二十八号 都一定会送汤给独居长者 今天也不例外 还特别在鸡汤里面 加了少见的食材 竹生 这时场外也紧锣密鼓地盘点着 等等要一并送给独居老人的物资 水果 还有我们今天煮的香菇鸡汤 还有鸡米 就是这里 还有馒头 平常就这么多了吗 还是因为今天是二十八 几乎平常都这么多 然后有时还会更多 就可能到八样 就是卖鸡然后碳鸡 这次的水果是香蕉 也是由水果店老板 无偿支援 还亲自送过来 因为他们水果都是用买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那他们把买水果的钱 省下来买更好的食材 买更好的材料 然后给这些需要的人 那水果部分就是 用我这边来提供 很多小朋友不见得像他们这样愿意来 牺牲假期 牺牲假日 其实不少愿意到温馨厨房服务的孩子们 都有一段辛酸的过去 就像叶力君 才高三的他就以志工为直至 因为他有一个最爱他 却不幸离爱的阿姨 他还是会坚持带着我去关怀贫民窟的那些贫民们 还有小孩 这让我更加不解 为什么你都已经得了癌症 为什么还要抱病带着我去服务那些人 但是他那时候对我说了一句话 如果没办法 如果我现在已经见不到他了 那我就用做志工这件事情去怀念他 如果有一天我希望阿姨 在天的有生之灵能为我感到骄傲 再两个 等一下 放你的你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他要走了 他要走了 走啦 他要走了 你快一点啦 快一点啦 枕装完毕后 团队分几个小组 骑着脚踏车就浩浩荡荡出发 孩子们帮每位老人取了昵称 像这位是山洞爷爷 他平时不良于行 话也不多 但只要孩子们到来 他总会打起精神来迎接 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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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吹哦 嗯 帮我们试一下味道 好喝吗 好 一向调皮捣蛋的孩子们 到了长辈家 个个都成了贴心的乖孙子 阿公 那个乖匠 那乖匠比较好走路 细心的黄颖玲 其实以前是个超害羞的女孩 因为她小时候有被霸凌过 所以她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会滚光 然后人际关系不是那么好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小人麻痹症患者 生活上就已经很多不方便了 还要照顾我 所以让我想要去照顾其他跟爸爸妈妈一样的 这边的气氛也是改变我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看到大家都那么开心 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是难过的 也感觉乖乖的 所以她就顺其自然就开心的起来 这个我觉得有关系 我先问她有没有 沿着小镜 孩子们接着来到森林爷爷的家 阿公 有 有 有在家吗 在家 阿公 有 很久没来看你 你的血压是 高压160毫米拱住 你们的比较高 我两个比较低 有可能是因为你刚才有走路 有走路会高一点点 可是阿公还是有一点点高 阿公你有记得有吃血压的药吗 有 每天都有 这位长得高大的男孩 名叫高杏 温馨厨房的创办人 即便他已经上了大学 还是放不下这些老人 总是回来支援 利用厨房煮汤的部分 是因为我们发现 以前在送爱心服务到家的时候 住在鲤鱼潭有一个阿公 他就是会营养不良 然后他的胃又不好 所以他就是会一直 因为营养不良而昏倒 其实对我听起来 是一件蛮夸张的事情 然后我们之后发现 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陪伴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多了很多 会陪长辈聊聊天 多关心他们的状况 然后自从已经开始关心 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时候 就会开始发现 他们的一些需求 平时不太动手做家事的孩子们 不只会帮忙 长辈整理环境 连修缮他们也会接手DIY 这种温暖很难 有人关心 每个礼拜就是期待 如果一个礼拜没有来的话 我会想念他们 他们这一班的小朋友 彬彬有礼啊 让他们去 到这边来都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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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被教的人 很激动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们都落心 教我感动 面对长辈的眼泪 孩子们还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这天是独居老人们好期待的一天 一早就在门外等候 原来温馨厨房的孩子们 要带他们去一年一度的春游 孩子们特地调度家长们的车子 来接送每一个老人 让他们没有负担的出门 长辈他们平常 其实最缺少就是陪伴 所以我们之后觉得出游 很能够有这样一对一的陪伴 好像就是让彼此的关系 可以更加的亲密 可以感觉很丰富 做那个蛋卷 第一次做蛋卷吗 对 高兴啊 好开心耶 尤其这些小朋友好可爱哦 当今天的孙子孙女 会期待他们带你出来玩吗 会啊 为什么 在外面透透空气啊 还是外面有没有走走啊 不会在家里太孤单了 那你喜欢今天的活动吗 喜欢 为什么喜欢 能见到很多朋友啊 聊聊天对不对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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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一四 隐灵尽可能的为长辈们 留下逗趣的照片 因为这也许是长辈们 最后的快乐时光 我记得第一个离开的长辈 是一个听不见的爷爷 然后当时他的告别 是我也没有参加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到后面呢 就是我的心境转换 觉得我们是陪伴长辈 走人生的最后那一段路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努力 做到我们能 就是我们能做的在离开前是可以有我们的陪伴 然后呢至少不会那么孤独的离开 桌游是今天的重头戏 而且孩子们和志源的志工意外的发现 姜确实还是老的辣 有的长辈甚至还身怀绝技 我是卡住你没有卡住是吗 对对对 是 天啊赶快找一个 平常有没有人陪你玩相机啊 没有啊就很少的 我那边还还很少人把这个相机啊 我要 我还要 你还要啊 我还要 你还要啊 我还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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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五关啊 都五关啊 这五关啊 慢点而已耶 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对台湾这片土地 或這個社會做出某一定程度的貢獻 所以他老的時候 不能因為他獨居然後就忽視他 他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還是有一定的任務存在的 只是因為老了 然後就變成社會上比較邊緣的一個主群 然後就可能被新的一代的人忽視掉了 然後他們就可能沒有人看到他們的 存在 在滿意笑聲的時空裡 孩子和長輩們擦出跨越年齡的火花 因為有這樣的經驗 孩子們的善念逐漸在心田萌芽